你以為的法國 天正的法國 除了風馬圈以外 你更應該來看看 洗澡的 尺度 超辣 今天除了讓大家來看屌之外 還要來帶大家看一下一些屌東西 今天的Vlog呢 大家一起來 巴黎一日遊 我們先回到10個小時以前 今天中午跟同學約吃了一家法餐 淡菜 肥嫩毒汁 但是好鹹 吃完之後我就自己一個人在路上逛逛 其實在小巴裡 你隨便晃都覺得超美的 每個建築都超耐看的 都要想要停下腳步來慢慢欣賞 轉角的一間煙草店 牆上的塗鴉 甚至連牆上的髒屋 都好有藝術感 那我們馬上呢 就帶大家來參觀這種超美的奧賽美術館 飯谷啊 莫內啊 馬內跟雷諾瓦都關在裡面 所以它收納了包含 文藝復興系列 二樓主打印象派 以及一些近代美學設計的草圖 裡面呢有上千幅的畫作 上萬幅的作品 有超巨大的畫 還有小到畫中的畫 但是這麼多的作品裡面 我唯獨不愛一件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作品 也就是這一棟奧賽美術館的 本體建築 它就像一個巨大的藝術品 裝載著歷史人文的痕跡 它有個特別的展區呢 專門在講 包含它的完整設計圖等等的 非常值得一看 浮誇美麗奢華以外呢 還兼具多功能性 就是從很多的細節啊 一個量一個柱 一個節點 讓我可以自身於其中 參觀裡面的藝術品 我覺得本身這件事 就是一件奇蹟了 從它這棵大石中 跟它的廣闊的廣場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前身就是奧賽車站 那麼在1900年世界博覽會前完工 可以想像到當時那個畫面有多壯觀 那麼它後來改成美術館 我覺得超適合的 因為它的屋頂就是由玻璃製成的 可以讓自然光照進來 偷射在每一尊石像上面 顯得個人家栩栩無聲 但我自認為呢 我並不是一個什麼 多有藝術素養的人 所以我看兩個小時就出去了 但如果你真的對每一個作品 每一個風格 每一個年代 都有興趣的話 看不完 看不完 晚上呢來吃這家海鮮餐廳 跟一位網友Daniel見面 他人超nice的 是個博靴多聞又親切的哥哥 同樣是來自台灣的朋友 你知道人在他鄉 人不熟地熟 我呢馬上就混進他的小圈圈裡面了 謝謝你帶我來 很開心 我沒有想到這邊可以有一個台灣人去 那也都是一群在巴黎生活的台灣人 他們也是一群非常溫柔的大哥哥大姐姐 甚至端午節的時候還約我去他們家包粽子 謝謝 謝謝你事前些調味 好吃 好吃 海中的水果 就是這樣超美的海鮮冰盤 不知道豆豆先生那時候吃的是不是這種料理 有兩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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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種魚 有四種魚 它的生蠔超級菲美的耶 好 好 好 嗯 哇 但其實講真的 海鮮好像到哪裡吃 只要是新鮮都好吃啊 老闆超慷慨 看我們人多能再送幾隻蝦 這趟來真的斷道路 哇 謝謝 謝謝 不過這個蛤蟆齁 真的是真的是很醜 好醜喔 哈哈 蠻臭的 這麼醜 這麼直接吧 這麼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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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它吃起來超像屎的耶 呃 應該說 微晚一點講應該算是喝的尿 當然 這裡還是有很多好吃的菜色 愛海鮮的絕對不能錯過呀 Oh my god 它的蝦膏也太多了吧 像我這麼愛惜小頭的人 啊 這個蝦頭 真的是人間美味 那麼今天剛好是我們一位朋友的生日 老闆還非常熱心的開了一瓶氣泡酒 給壽星祝星一下 啊 啊 啊 餐厚老闆會提給大家一人一杯烈酒 然後直接下店 超喜歡那個消化酒的文化 哇 哇 哇 我喜歡這個法文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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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五的晚上 在巴黎 第一個禮拜五 所以要來體驗一下 巴黎的夜生活 敬請期待 敬請期待 可能不會很好玩 欸 先打個預防針 不過我們現在要先去我們一個朋友家 沿路呢我們聊關於法國人日常的小細節 發現有很多跟台灣差超多的點 其實我認真講我這次來之後 我真的有想要留下來的衝動 我剛剛吃這塊我最蠻好吃的 喔 它是鮭魚嗎 那上面那個 不是 生火腿 喔 那生火腿啊 然後芝麻葉 然後 番茄 然後上面就是那一坨 那一坨 等一下 我一次叫要那麼大一個嗎 呀 拿到披薩啦 你看它 棒阿批地 很有融入當地的感覺 很像外送人 你好 看到亞洲人就會想要跟你說你好 對啊 那還好就是 我們是真的講你好 他講這句話本身就已經帶了一種 一種 潛入為主了 對對對 因為我們都有可能是法國人 但他會不會 已經聽到我們在講中文啦 其實我們就是講法國人 沒有人在看黃域 那因為這邊的車子很會讓人 這個部分台灣還要再多學習 那他們的司機算素養超好的 我好喜歡巴黎的街道 好美喔 真的好漂亮喔 你還是覺得很美 我還是覺得很美 我來七年我還是覺得這邊很漂亮 七年 巴黎的街道為何可以如此的漂亮 一是重視文化遺產 在小巴黎大多是屬於這種老公寓 屋齡可能都高達上百年 大多數都建於十九世紀奧斯曼時期 以前的巴黎很髒很外 然後路很小 所以到了奧斯曼統治的時期呢 他就是想要把巴黎用得更整齊更宏味 再者就是他們有非常強烈的建築法案 規定他們是不可以加裝很契機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一旦到夏天呢 就會很想死的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不能自行改裝你家的窗戶 這也是導致為什麼他們一二樓的房子 非常容易找小偷 六到七層樓 然後最後一層樓 就是所謂的女優房 格樓就是像是這種灰色的 那種就是女優房 其實看起來還是蠻舒服 但其實大部分女優房壓迫感還蠻舒服 喔真的喔 就是很矮 是施邪的 就是合法的比價 也比較便宜 所以很多來巴黎念書的學生 一開始很多人是住在這種 女優房 單身的煙囪都不能燒 蛤 巴黎看到的這些煙囪呢 都只剩下裝飾的功能 如果天氣很冷的話 就想燒烏爐 地板會有鋪弄 就是水 衣 衣 熱水管 熱水管的熱暖 就是會有熱水的溫 那就會產生那個 熱的熱氣 就是熱的 就會產生那個溫暖 開門 喔這算是 喔這算是 那種很老的房子 才會是 這種樓梯耶 哇 喔這是電梯嗎 對 這已經算好了 因為很多老房子已經沒有 沒有電梯了 沒有電梯了 喔很多房子就是 住很高 小心小心 等一下被夾放 其實因為老房子太多了 那有一些沒有空間 架裝電梯 那也沒有放 像他這個 像沙拉那種 對阿 其實這個都塞不下的 對啊 不要 喔要推喔 喔 好溫馨的小家喔 哇 好的來吃披薩 開箱 可是它它 它塌掉了耶 媽媽咪啊 好棒 布拉塔跟芝麻葉 加小番茄 絕對是無雷的保證 我很喜歡義大利餅皮的點 是因為它很薄 所以可以一次吃好幾片 唉 可惜我們沒有拿到辣橄欖油 插進去肯定是 100分 好吃嗎 好好吃 欸它很喜歡 欸你有沒有辣 辣的那個 欸你有沒有嗎 我們剛才在說 喔 是有辣的 有辣的 有辣的嗎 有辣的嗎 嗯 嗯 嗯 沒款式 好 好 那麼大家會一直覺得說 巴黎是自然很不好 我相信那是真的 但是 不得不說 我在法國的期間 很少有天黑之後 還帶在外面的時間 他們甚至有個說法說 如果你要去法國夜店 倒不如在夜店待到 白天再回家 還更安全 但我覺得來法國 有一個好處 就是提升你自己的警覺心 真的會提升自我保護意識 我覺得並不是一件壞事 對吧 甚至讓我培養了 早點回家休息 這樣的好習慣 沒錯 搗碎早起才是乖寶寶 應該要 難得來到法國嘛 對不對 CAD BUCK 簡單來說 根本就是會有 男孩子洗澡給你看 那麼每次出口的男生呢 都不一樣 每次的尺度呢 我不是說尺寸 我說尺度 也都可曉得大 有些人甚至也會願意露三點 那我覺得我這次很幸運 因為我什麼都看完了 過程大概每次五分鐘 每一小時一場 你看我後面這個小姐姐 你反正就知道 這有多精彩了 有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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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通常覺得 洗澡而看到的裸體 沒有什麼 但是我今天那個大開眼界 就發現 原來洗澡可以那麼性感喔 洗澡也可以是藝術 對 洗澡也可以有很多的Mega 一個眼神一個動作 一個眼神一個動作 不錯 蠻值得看的啦 雖然短短的可能五分鐘 我覺得蠻精彩的 其實第一次體驗到 可以把洗澡洗出另一個境界 重新定義了洗澡這件事 那我們感謝這些 願意上台的表演者 他們真的很勇敢 跟很大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 在巴黎一日遊的行程 兼具了藝術涵養 又兼具了美食及雞雞 是不是很棒呢 那我們巴黎的Vlog 持續更新中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